現在教大家如何穿繩子 其實是這一袋 有一包袋已經幫你戴好了 有一個叫黃色或者橙色 或者是其他顏色 你見到這個是沒有彈性 像魚絲一樣 我們叫布絲 有一條很長的一會再剪 另一個就是我們分了五條的 一個特別長度的橡筋給你的 這個橡筋你數一下 有一條有五條的 這五條就會穿在每一隻手指那裏 放開一條先 逐一條穿給大家看 首先我們要做的是 把手板放直 然後把橡筋沿著這個位置 放進去 教大家怎樣穿那個橡筋 這條橡筋你見到是有彈性的 首先你把橡筋沿著 如果我們砌的話 有分什麼的 有四隻手指的 一二三四 那這四隻手指 我們是用同一個方法來穿的 另外有一隻就是我們用一個手指弓 手指弓有第二個方法來穿的 所以四隻手指的穿的方法就是一樣的 那我現在教你怎樣穿 首先你要一個橡筋沿著後面這裡 看到後面有個洞的位置 然後不斷地穿上去 穿上去 然後你見到 它這裏是否有個洞 沿著這個洞的話 不斷地穿上去 你穿到最盡的話 然後呢 接著在手指的頂上穿出來 OK了 那你見到整個手指穿上去之後 沿著這條坑到手指的位置已經成條了 接著呢 我們就打一個結在前面 我們就打一個 我們就稱之為雙頭結 首先呢 就把這個 手指這裡 我們拿一個大約 那麼多的 那麼多的位置出來 你看到有一個好像一個U型 然後呢 首先呢 你把這個 橡筋呢 穿過這個U型 OK 穿完之後呢 然後呢 你把箭呢 可以這樣咬完 將這條線呢 咬回頭 沿著這個 上去 然後呢 看到有兩個 好像一個 兩個O型 有一個八字型 打完之後呢 你按住手指頭 那個線頭 接著呢 就把這條線呢 扯一扯去 這樣的時間呢 你見到呢 它又已經是 打了個裂很緊的了 接著呢 我們呢 再打兩個安全裂 打多兩個死裂給它 這裡一個死裂 死裂就很簡單 你把它穿過之後呢 把它穿過來 第一個死裂 然後呢 把它呢 打完之後 再一個 穿過去 死裂就很簡單 好像一條死裂 綁一個裂 穿完之後呢 接著呢 就索緊它 好了 我先送了 然後再打一次給你看 我這裏有點不遷就手 所以有點小 倫盡 如果你自己在桌子上 應該就簡單很多 接著把它呢 穿過去 所以盡量你用這把平頭鍵呢 就把你的線呢 就可以呢 就很容易這樣 拿緊的 OK 接著你那個玻璃就OK了 接著再扯行它 剛才我這裏有點鬆 不要緊的 我現在可以沿著這個位置 穿回去 也可以的 好了 接著你見到呢 橡筋的話呢 一收緊的話呢 它後面的手指呢 就被你呢 就 扯行了了 所以呢 你的手指呢 現在一打下來的話 一屈下來的話 一放鬆的話呢 就會自己呢 就會向上面 接著我們要把 做完這個 試了這個大約那個回彈的量 之後呢 接著呢 這個 長度呢 就要剪了 首先呢 我們的橡筋那裏呢 剛才那個位呢 我們這個位置OK了 按住這個 按住這個位置 不讓它彈回頭 接著呢 我們穿下去 沿著這裏呢 一個坑這個位呢 穿多一次 對 穿完之後呢 現在已經有些實路了 接著穿多一次 穿完多一次的話呢 你已經好實路了 接著呢 就穿過去這個 圈圈的位置 打個列 等它實一點 接著打第一個 接著穿多一次 打第二個 接著想再實一點的話呢 我們可以拿把鉗呢 就把這條橡筋呢 裡面的條拿出來 接著呢 拿出來的橡筋出來 接著這個橡筋呢 在這個位那裏呢 穿過去 穿過去 穿過去之後呢 不好意思 首先呢 將它穿過去 接著呢 打個死裂 將它呢 就穿回來 這樣穿回來 這樣穿回來 打一個 這裡可以打很多 打兩個 三個都可以的 令到它很緊 就不會再動了 就會鬆的 這樣打三個 這樣就很緊的了 OK 那打完之後呢 你的手呢 其實你的手指劍伸直了 那我們呢 就這樣動的時候呢 它就會自己打回箭頭了 好 那如主力推啦 你就 砌完這隻第一隻之後呢 第二隻 這裡有 第二隻 第三 第四隻呢 都同樣方法去 去穿的 好了 那大家呢 如果砌好了的話呢 現在有四隻手指 那就 見到呢 它們每一隻呢 你當它咬下去的時候呢 它們四隻都會彈直的 當你一封手的時候呢 它們四隻都會彈直的 這樣的時間呢 就為之完成了 如果你 鬆了手 每一隻手指 不會彈回頭 或者只是彈到 只有 一半的話呢 代表你後面的橡筋 就不夠力 你去扯緊它 再綁過 所以你聽到的聲音呢 就會很清脆的 一下一下 就會白上來的 好了 穿完的手之後呢 剛才說到呢 就是 一面 那面一面呢 我們呢 就要把它呢 綁緊的 那這個位其實呢 是有點難度的 因為 條線呢 就這樣下去的話呢 就很難 就穿出來的 所以呢 我們有些工具呢 就幫手的 那我們首先呢 把條繩呢 就穿過這個位 那我們呢 就拿一個萬字夾 這個萬字夾呢 就剛剛落到來 在這個位那裏呢 看見到 在這個坑的位呢 剛剛呢 就落了去的 跟著呢 將條 橡筋呢 慢慢呢 就是呢 穿進去 穿完之後呢 你見到萬字夾 頂住了那個橡筋頭 將它慢慢呢 整個呢 就落出來了 這樣就行了 好了 跟著呢 我們呢 如此類推啦 就要把它做多一次啦 把那個萬字夾 放下去啦 然後把那個橡筋呢 就伸 伸下來啦 然後把那個萬字夾 拿出來啦 然後把那個 繩頭也拿出來啦 然後把那個 那我示範給人看啦 按給你們看啦 所以呢 那個位置呢 擺漂亮一點啊 好了 跟著擺好了啦 跟著呢 慢慢呢 就拉出來啦 OK 然後拉出來呢 你見到呢 兩條橡筋就出來了 跟著在這裡呢 做什麼呢 就打裂了 剛才呢 我們打一個裂 打完之後呢 你見到這條繩呢 就跟它呢 就綁實了 跟著呢 我們要把那個裂呢 就打緊它 怎樣打呢 首先拿把橡筋呢 將這個 橡筋呢 就拿出來啦 然後還有一個 小小一個虛位啦 看到這個虛位嗎 這裡有一個虛位啦 這樣看會比較好看 這裡有一個虛位啦 這個虛位呢 就可以把你的橡筋呢 就穿過去的 然後我們把橡筋呢 就穿過去這個虛位那裡 對啦 穿完之後呢 跟著呢 就穿上來 就穿上來 跟著打一個結啦 跟著以處雷推啦 我們打多三個 這樣就好實啦 這個其實是死裂來的 跟著將些裂呢 就這樣呢 逐個逐個這樣打上去啦 對啦 這是第三個啦 那你見到都好實喔 好啦 再打多一個啦 好啦 那又好實的啦 那你呢 打完之後呢 見到手指呢 你又要試試它喔 如果你的手指弓呢 弄完之後呢 可以咬完之後呢 放手呢 它自己呢 自己呢 再去回自己的手指弓呢 自己原本的位呢 就是攤開的手指呢 應該才行啦 好啦 那這樣我們用這隻手指呢 就拼完了啦 那再試一下啦 這個就是手指啦 對啦 這個手指弓啦 對啦 好 好 好